真的不好意思啦 因為張善政他之前不是什麼 中華志工黨的首席顧問嗎 最高顧問 也是因為他我才知道中華志工黨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第二個現在也另外一個是 統派的小黨叫經濟黨 我也是今天因為都會知道 才知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畫面上面 我們看到了幾張的照片 2019年的1月22號 經濟黨發了一個顧問聘書 給張善政 然後張善政那一天 其實同一個場合就是 經濟黨的中央委員 還有幹部的會議 他也去出席 他也去地鼠 我們接著看的是 這個是經濟部 經濟黨的幹部 叫做周崇棠 在2019年的11月 他又出席了 而且你看他手上 還有拿了一個什麼 貨班講師的聘書 這個是2022年3月29號 經濟黨聘他為榮譽總顧問 那很奇怪 我們其實有一串的 可以串在一起 有沒有中華志工黨 為什麼要找他當首席顧問 還有呢 這個經濟黨 剛剛我們已經看了 包括什麼 我們不是之前還在聊 數字王國 數字王國背影也是紅通通的 那為什麼他們要找的都是 張善政還是什麼原因 我們先不要提他那個紅通通的部分 因為雖然紅通通我知道 是我們在場所有的來賓 以及我們觀眾很關心的一點 可是我覺得最好奇的是 為什麼又是你張善政 你張善政難道是門神專業戶嗎 來你看看 這個經濟黨還支持張善政 要來選桃園市長 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那我們不管說志工黨 志工黨他其實是 前一陣子是有榨財 有吸金榨財 他是在賣什麼 賣牛樟汁 那也是跟這個藥有關 那今天這個經濟黨 經濟黨在賣什麼 賣假藥 那他這個也是賣 賣一個不知名的 還偽裝成日本的藥 結果後來查了一下那個地址 那個地址在日本 日本的地址是一個停車場 然後這個假藥還很貴 然後你打電話去問的話 他叫你不要問那麼多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張善政你怎麼會 你身為一個行政院長 人家行政院長 這麼大的一個行政院長 人家今天就算來找閩生 來找我 或是找宇小老師 如果人家來說 找你當顧問 你也要問一下 這個到底要做什麼 你也要問一下 你這個藥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人家認證 有沒有衛生署的字號 那你都沒有 然後你就去當人家的顧問 而且還當一個不夠 還當兩個 然後賣假藥 賣一家不夠 還賣兩個 還順便當詐騙集團 還順便去吸金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我們大家來想看看 在台灣 我們對於行政院長的位階 我們不要說比民進黨的 我們比國民黨最愛比的 我們比孫運璇好不好 我們比李國鼎好不好 你覺得孫運璇 他會去當志工黨的顧問嗎 他會去賣假藥嗎 你覺得李國鼎 他會去賣假藥嗎 然後張善政跟人家講說 我是科技人 然後結果科技人 他竟然講龍潭那個一奈米 台積電的一奈米 那個是未來 你為什麼現在就講 我科技人 我過去在龍潭做了這麼多的生意 他竟然認為台積電一奈米 那個是未來市 他覺得現在這個做不到 他現在不應該講 他只想要唱衰而已 可是那你竟然 你去做詐騙集團賣假藥 那這個是科技嗎 來 柏惟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看好幾個單位 那特別的是 都是比較是偏統派的 我請教的 有些人要找你做這個首席顧問 還是什麼 比較輸功 中華志工黨來找你 經濟黨來找你說 我給你一個聘書 表示說你也是人脈很廣 然後給你一張顧問的聘書 你會接嗎 竟然是有一定做新聞說 你看統派頭都撞到 不是 這個很好理解 就是說如果 他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是當過行政院長的政治人物 張善政 他不是什麼路邊 阿媽阿狗現在在選議員 要爭一個曝光綠 然後綠黃白什麼顏色 他都要的那一種 然後林里長什麼票 他都不是 他是當過行政院長的人 他去接這個顧問 就只有兩個可能 這個就叫無能跟無知 真的 我不騙你 第一個 你是有意識形態的 他是有政黨的 而且你當時 他是在國民黨裡面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去擔任這樣子的一個 行政院長的職務 第一個 你如果不知道而接 叫做沒有政治Sense 這個就無知 你如果知道而接 你就表示說把台灣推向 這個中國台灣志工黨 是他的目標之一 那對台灣的未來來講 你就是無能 中華民族志工黨 是怎麼樣的政黨 他是2002年阿扁時代的時候成立的 他第一剛成立的時候 他的全名叫做中國台灣志工黨 他們的幹部訓練青年研習引 不是在北京就是在貴州 不然就是去拜這個南京的什麼國父 什麼什麼 孫中山遺址這樣子 遺項之類的 只有很少數的 比如說成立大會 或什麼春九會 在台北原山 台中圍格 那你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到 他就是一個兩岸之間 遊走的一個政黨 那在現在這個時機當下的時候 他到現在他不是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去掛什麼 我只是做個人情研 他都沒有去正面的回覆 他到底是統派或獨派意識形態的問題 即便他是維持現狀態 所以張善政他的問題就在 他明明就是 又不讓別人講他是 德國資深問他九二公司的時候 說不要問這一題 態度跟朱立倫一模一樣 說時間到了有事我要先走 然後問他中華民族志工黨跟經濟黨 對兩岸的這個意識形態到底立場怎麼樣 他說我只是做個人情 希望鄭運鵬不要再搞錯 人家是問你 是百姓問你 是人民問你 結果你回答的時候又回答鄭運鵬 你跟共安就應該在同一個黨 怎麼會不同黨 所以今天這個狀況很簡單 討厭民進黨的所謂在野勢力 分成好幾塊 然後為了打倒民進黨 所以他們開始 不管是胡州 謊言 扭曲抹黑 然後認真的在路上拜票的 講著所謂大家比較聽得懂的話的人 聲量很小 然後這個選舉困難 然後扭曲抹黑 每天在那邊找話題吵 然後明明掛同派政黨也不承認 明明招商引資的時候 背後的來源也不查清楚 但是他們都不會跟你講實話 那些不會跟你講實話的政治人物 真的我要奉勸大家 都不要同 張聖誠跟高官是不是好像都空降的 空降的 他們兩個應該成立同一個政黨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來靖妍 你是不是有要幫忙這個解釋的部分 還是要幫張範正 不用不要說幫他講話 我來講一下時序 就是他出席那個場合 我看了一下是二零一九年初的事情 二零一九年初 那個時候張範正在做什麼 他那個時候武黨籍 然後他那個時候宣布 他要以武黨籍參選總統 那後來當然大家就知道事情的演變 就是他他退出總統選舉 後來跟安顧瑜搭配 那所以說我們知道說張範正 第一他那個時候是武黨籍 第二他那個時候想要選總統 那大家知道你要選總統 一定是各黨各派 你能夠這個只要意識形態 可是他要的是光譜的極端 像我自己有我們過去擔任 幕僚 包含合照這件事情 我自己就遇過 某個前總統級的政治人物 出席場合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旁邊陪 然後呢 有一些人大家來嘛 大家都知道就會來者不去 就會想要跟你合照 甚至有些人順手 手上拿了某個東西上面寫什麼 抱歉 抱歉 你講的這個故事 我忍不住要吐槽了 這中隊是什麼人的 經濟黨的中隊 不是你說我現在我出的在山領 有人來跟我合照 不是這樣喔 跟你那個邏輯不一樣 支持他選桃園市長 這個就變成 我必須要講 就是張院長或許他自己包含 他自己本身 第一他不是政治本格主持人 第二他自己身邊的幕僚 你是說他的政治Sense 沒有這方面的敏感度 他身邊的幕僚 所以說沒有去保護這個政治 所以他現在是被詐騙集團變 變成說現在你到選舉的時候 這些事情就會打出來 你自己會接嗎 如果是我 我當然很小心 因為我自己本來從 所以你的意思是講義化不如 那個張善政不如你 那你為什麼不是你選桃園市長 連你都不會接了 他接你還要幫他講嗎 見鬼了 來 見了 我們不要討論紅桶的問題 你討論基本Sense的問題 網友做這圖我真的快笑死了 左邊叫做做事的人 因為是天下文化那時候的封面 張善政的斜槓探索人生 右邊變什麼 做藥的人斜槓人生 賣假藥的經濟黨的總顧問 我想有些詐騙 或是有些基本上想釣魚的人 為什麼會找上張善政 而不會找我張雨勺 有可能會找陳柏惟 因為知名度高 當過立委 那張善政不得了 他當過什麼 科技部部長 借重他科技人的形象 當過政委 雖然中國的政委念起來 跟台灣政委好像很像 還可以餘目混珠 當過行政院長 這就是要詐騙 利用棉藝人效益 拿他的合照 張善政難道不懂 這叫什麼 江湖道理 下輝書 人家利用他過去的資歷 然後在外面招搖撞騙說 那部長得我真麻煩 這議長是我自己的 請問這應該不是幕僚 跟政治判斷的事情 是不是有點好傻好天真 更不要說退一萬步 背後都是紅筒的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分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擔任這個顧問 總顧問之前 其實中華志工黨跟經濟黨 你Google大概都可以找得到 他們的意識形態 就是紅 張善政從來沒有承認過他是紅 但是他所擔任的總顧問 包含剛剛大家講 數字亡國背後是解放軍的資金 包括張善政以前 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 他說這是發展AI最大的優勢 他認為沒有人權可以發展AI 不去是腦筋有問題 好 這個東西張善政你沒有避免 那是你的錯 你不是政治新人 第二件事情 張善政你如果選上桃園市長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經濟黨如果在桃園賣假藥 你抓不抓 市長抓最高顧問賣的假藥 這不是變天下的大笑話嗎 你這個問題你不能回避 你今天不要用合照來回避 我跟你講 合照的確很多政治人物 都會跟很多人合照 這個我不苛求你 可是你當顧問 難道你都不用去了解一下 然後他賣假藥的時候 你的態度什麼 你今天好歹也可以出來 那我失掉總顧問 我把聘書當場撕掉 你連這個都沒有 那你告訴我說 你不知情 只是合照 事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對你回應 我覺得你很可怕 不知情 這輩子 你不知情